当年她在巴黎街头 亲吻了一百个陌生人 可能很多人会骂我是档妇 到底什么是档妇 档妇其实指的就是 情欲自主的女人 根本也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如今她步入婚姻 成了三宝妈 而且她一瞬间就把我这个窗帘给搞坏了 她每天要修东西 有点站太高了 当年她爱好成吃 柴山上的猕猴都是她的家人 猴子威赫的表情上是怎样 如今她已找到接班人了 当年她是一个睡在公园的石黄老人 却花了两百万参选台队市长 如今她的下落却肿说纷纭 昨天在运动的时候是没有通道 你听谁说的 当年三个挑战社会眼光的梦想家 在疫情冲击下 是否还保有不畏现实的武器 周五晚上九点就在公事频道谁来晚餐 周五晚上九点就在下落却肿说纷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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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纷�